好 今天開始講排毒 首先問一個問題 誰想一輩子以後 還有一百幾十年 想病少一點 舉手 每個人都想病100% 當然想病少一點 再問一個問題 誰想 人是要病的 待會我會講 想病得不辛苦的 請舉手 100% 好 現在我們開始講 這個世界就是有一個東西 通而不苦 通就是要痛的 很多時候有時候都要去看牙醫 去幫你洗牙 是不是很痛 痛是一個客觀的感覺 但是苦呢 就是主觀的內心的感受 很痛的時候可以很苦 可以沒那麼苦 對不對 今天想和你講 這件事就是講排毒和生病 只是講一個道理 其實你想都沒有想過 想都沒有想過 其實排毒就是等於生病 排毒就是生病 生病就是排毒 現在我想顛覆了 你從兩歲開始想了很多東西 都它這個概念 以後你就會很開心地生病 就完全整個心態改變了 病好過不病 你要知道為什麼要病 你要很慶幸地要病 好 現在開始 我想問大家呢 上一次你看醫生是為什麼的呢 即是無端端不會看醫生的 是吧 當然有些事情不妥 好 現在我要舉例 在什麼情況去看醫生先 痛了 還有呢 感冒 還有呢 你怎麼知道你是感冒的 流血水 還有呢 咳 還有呢 咳 流血 咳 血那些 還有呢 發燒 還有呢 發燒 還有呢 還有呢 還有什麼情況下 你會看醫生的呢 鼻敏感 鼻敏感 好 其實 剛才講了這麼多 這一類這樣的症狀 我們叫做 即是說 咳 吐 咳 咳 發燒 症狀 痛 出野 即是肥膚癢 或者是包瘡 那些 這些全部都是排毒 這些不是病來的 這是排毒的現象 所以 你現在明白這個道理呢 你就知道 剛才講的那些全部是好事來的 是對你非常之有益的 而你是完全可以控制了它 以後呢 千萬不要亂搞 例如我問大家 上一次你發燒 發到幾高那隻 不是輕度 或者說高 比較嚴重那些 你做些什麼呢 你做了什麼呢 有哪位是 假定現在你發燒發到四十一度 四十二度 有哪個會去看醫生的聲音 舉手 大半 是不是 有哪個 醫生給了藥你吃 你會吃的 舉手 大部分 我現在問你為什麼 為什麼 啊 退消 就是了 退消是很無知的 以後千萬不要退消 以後咳 千萬不要自咳 以後千萬不要鬥我 不要自我 好 我想 很快你就明白為什麼 啊 以前呢 大家都沒聽過什麼叫排毒的 最近十二十年呢 就很多人說了 為什麼要說呢 就是因為商業的理由 有療程啊 又說排毒啊 有什麼那些 但是你有沒有留意呢 西醫是不說的 你試試問西醫 要排什麼去毒啊 沒有 那些 那些 但是呢 其他的 西醫只是 人的歷史上 無數那麼多的醫療的傳統 其中一種 其他所有的傳統呢 都做排毒的 中醫有中醫的排法 自然療法呢 更加強調是排毒的 什麼都不做 做排毒就可以了 病不用醫的 要排除毒 那為什麼呢 首先呢 排毒就是 排毒就是 身體裡面有一些 對我們不利的東西 中醫就叫邪 很邪的那個邪 正邪的那個邪 邪就是對我們身體不妥的東西 不妥我們 會傷害我們的 就叫邪 將所有不妥的東西 排出來 離開身體 這樣就叫排毒 很簡單這樣 很多人先問 為什麼要排毒 為什麼猪猪不需要排 為什麼猪猪不需要排 為什麼魚不需要排 是不是 雀鳥不需要排 為什麼我們要排 答案很簡單 猪猪不需要看手機 猪猪不需要meet deadline 是不是 猪猪不像我們這麼晚睡 等等等等等等 猪猪不會吃罐頭 不會吃飲餐肉 又不會吃飲餅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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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是不是這麼簡單 現在我們先 很簡單 其實說下去 你來到這裡坐 你大概知道 不過我只是提醒你 我們現在 吃什麼東西都很毒的 有些人擔心農藥 試物添加劑 就是微精染料 膨脹劑 什麼什麼 那一堆 我們吃了很多很多這些東西 吃什麼都這麼毒的 你來上我們吃三課 常常說給你聽 飯煮熟的東西就是毒的了 對身體一些好處都沒有 所以我們去擠了很多很多這些東西 化學物質的毒 喝水也是 現在水毒得很誇張的 水沒骨講 你千萬別相信 你說不是的 我買一瓶裝水 還死 凡是一瓶二瓶的水 一定有很多問題的 多漂亮也好 又對你是無益的 這樣之類 喝水 喝什麼東西都很多問題 對不對 吃什麼東西都很多問題 還有 你聽過什麼叫做 電磁場 微波 什麼影響你呢 你又用了微波爐 你知不知道每一次 你講手機這樣講的時候 這裡變成微波爐 這裡正在燒的 還有很多東西 還有那些架空電線 電纜那些 是很毒的 等等等等等等 這些是輻射的毒 明白嗎 最傷就是 你家裡的那個冰箱 那個冰箱附近 就是有很多電磁場的 那就是那些 你整晚就被那些電磁場干擾了 就是那類的 總之這些很毒 對不對 還有哪些毒呢 其實最毒的東西 就不是那些來的 那些已經夠誇張了 有些東西是還不毒的 他們做過一個實驗 就是找了一班實驗者 那些是大學生那些 就給他們錢來實驗的 不知道用什麼方法 然後他激怒他們 激怒那些人 在他很生氣的時候 就被一條管 一條實驗的管含著 就叫他呼氣 用了呼氣 那就是那條管 這裡有個兜 裡面有些清水 於是他的氣 就溶在水那裡 然後把水 用針筒打到雞仔那裡 然後他即刻死了 如果是打鹽水或者打清水 就沒事的 就不是這樣即刻死了 但是就這樣就死了 那就證明什麼呢 證明我們很生氣的時候 就是發出很多毒素的 所以老闆罵你的時候 你快點彈開 每千塊塊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那 你這樣下去 為什麼呢 為什麼會這樣呢 為什麼會這樣呢 有沒有聽過什麼叫神上線素 是什麼來的 是一種激素 怎麼來的呢 要做什麼呢 我舉個例子 你有沒有聽過這樣的故事呢 就是 有一輛大貨車 好像巴士還是什麼呢 就隔著一個小朋友 有個小孩被他隔著 那麼他媽媽一看到 就衝過去 就這樣托起了那個車 就拉了兒子出來 有聽過這些什麼 好多人都聽過 我個個都學頭 但是聽過 不是一次發生的 這件事很離奇 你叫他媽媽再次分多一次 是不行 你怎麼解釋他媽媽 突然間變了 那麼大力呢 我們十個大小孩都未必能抬起 那輛車 但是他媽媽為什麼 弱質裡流 為什麼會抬起 你說呢 就是剛才我們講的那類這樣的東西 原來呢 我的大腦呢 就不斷這樣發出這些激素的 當你很靜的時候呢 你很舒服很開心 覺得很安全的時候呢 發出那些呢 就叫做開心的賀爾蒙 Happy Home 多花分呢 有沒有聽過 但是相反呢 當你很緊張的時候 很淒慘的時候 很憤怒的時候 尤其是很絕望的時候 很害怕的時候呢 你會發出一些 我們叫做緊張的賀爾蒙 其中一樣是十常戰術 還有很多 還有幾樣的 不過大家最懂得多的 就是這樣 這要做什麼呢 解釋給你聽了 說的 假定現在就有老虎在那裡出現 就扔過來 那你去做什麼呢 你去逃脾 那你去逃吧 你去逃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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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呢 你去逃脾 你是打到不过的 最非你是无重 是不是 假定你走了 走了一百公尺 要多久就要 我和你也有二十几三十秒 对不对 世界计团是九点几秒 假定你是三十秒才走到一百公尺 但是如果有很多成长线数 你二十秒就走到了 你突然间费了很多 是要收回一条命 当我们要收回一条命的时候 肌肉突然激动了很多 好像我刚才说的 我妈妈就是 突然间多了很多的紧张荷尔蒙 令促使它历大十倍 就是这样 但大家知不知道 这类紧张荷尔蒙是很毒的 很伤的 搞得起 搞得起 就没命了 那你就闻了 明明对身体的伤害杀伤来这么大 为什么还要身体什么呢 当然就是要救命嘛 救了一条命才说 硬读也好 都读一会儿先 但是呢 你又明白 如果你是这样想 那些动物经常被人追的 对不对 以前啊 我们一百年前 香港有老虎的嘛 是吧 都会见到老虎 或者很害怕都要走 但是为什么那时候那些人就不识死了呢 为什么动物不会死了呢 原来有个原因的 有个原因的 我问一下你 如果你不幸 你个老虎很难挺的 抓了你进房子 骂你一大餐 就说你再这样呢 明天不用上班了 那一只 你觉得很冤屈的 根本不关你事 是老虎错了 你应该是这样的 你现在这么惨了 你会做些什么呢 想问 够了一个正硬的 也是这样的 怎么看 哭咯咯 喊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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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ım咯 nan Hawai heti 。男人真的哭咯 喊不出去 对不对 所以 Erfahrung这么短命咯 好啦 喊咯 喊咯 你怎么哭的咯 八 percent 喊咯 你 thể puree 逗手地走哭咯 你都不哑咯啊 不哭咯 可那哭咯 喊咯 w sh gi 如果你这样做,他就捉了他去青山的啦 那你当然躲起来,那只咯,是不是? 然后一下班,他吃了一餐啦 这个是最伤的,最伤的 为什么呢? 如果你是很害怕的时候,很愤怒的时候 你走,出了汗,那就是那些毒素就散了 就是腎上线素那些毒,就因为你被老虎追嘛,出了汗嘛 你就这些力都出了,这样就没事的 但是我们现在虽得,还有你被老虎追那时候 就不是每天是这样的,一定是心脏病死了,很快 不会每天被老虎追的,一年平均一次好吗? 这样就没事的,因为频率很少,很少会发生一次 而且已经散了那些毒素,现在我们不是的 最伤就是你屈在那里哭,你没有发出来 如果那时候欧巴星的老板踢他两脚,然后骂他一轮一轮 这样就没事的,你没有一份工的 但是你的身体就没事了 所以那些日本人明明是打沙包的,有没有听过吗? 是吗?又说叫你去做一些剧烈运动了吗? 这个就是有原因,下次你记得很生气的时候很惨的时候 一定要出汗,发泄,散了他出来,这样就没事了 但是现在我们不是的,我们是长期抑鬱的 天天都不开心,天天都逼着,尤其是我们香港社会 天天都逼着,所以就很毒了 最惨就是这一药,最毒的就是这一药 我先讲一下为什么要这么毒,那也不要紧要 就是这么毒的东西都不要紧要,你不放一个道理 在银行开个户口,我放一万元下去 明天我提款,我今天就存款一万 明天我提款一万,那我们银行剩下多少? 零,是不是? 因为你有入有出就没事的 问题就是现在我们有入就没有出的 为什么我们没有出呢? 譬如先问你一个问题 昨晚哪个家里是没有开冷气的? 是咯,大部分人都有啦 好了,再问你,今天你上班的 哪位是在上班的时间是没有空调的? 我请举手,没有空调的? 没有啦,你们两个是做不做差都行必啊? 哈哈哈哈 还是吹紫禧啊? 各个都有的嘛,是不是? 如果四十年前问这个问题呢? 就个个都没有的哦 那时候广东府都没有空调哦,对不对? 我先问一下,这个和排队有什么关系呢? 邢文,空调和不空调? 排队有什么关系? 没错啦,就出汗啦 没错啦,就出汗啦 你有没有留意我们这里开了空调呢? 都开了空线啊? 现在给一个环保贴士你,一个健康贴士你 开空调一定要开空线 为什么?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这样就省很多电的 即是如果你开27度开完空线呢? 那个感觉等于24度 不如这样,那你就不用开24度了 24度、27度是差很多电的,明不明? 第二就是舒服很多的 即是有些风吹吹吹,是散汗 中医经常都说要散汗就是这样啦 现在我们散不了汗嘛,你上班散不了汗嘛 你晚上又开了空调,死了没? 那变成毒是没有出道的 还有就是,我们的身体呢 本来就整身都有超级排毒功能的 我们身体最大面积的器官是什么? 皮肤,皮肤是有排毒的,你就知道啦 但是我们的皮肤大多数排不到毒的 根本就是你的毛孔塞了 除非你吃生 除非你做很多运动啊,气功啊 不然你的毛孔整天都塞了 我们的肝,肝是身体最强的排毒的器官 现在我们的几度呢? 我敢保证,我们这班人平均的肝只有三成功能 很简单的,昨晚你几个钟睡 如果一场晚上九点半都不上床 十点都没睡着呢 那你的肝就不可能好了,包括长歌作来 我们每个肝都烂了,你问中医啊 那便排不到毒了,对吧? 还有什么膀胱的肾呢? 还有什么,很多这些 总之,我们不是只有排毒啊 我们心肝脾腎,所有的器官 现在只剩下几成功能了 那大部分都排不到毒 排不到毒就解锅了 就是说有入就没有出,出不到嘛 要计算数字就不是自己计算入 入已经入了很多人,我可以说 但我没有出到的 所以我要做很多排毒的功夫了 清楚了吗? 那你说这个和病有什么关系呢? 现在就讲了 我就讲了 和生病有什么关系呢? 那现在我就在这里 就画一个图在这里 用这个图呢 去启发我们 关于生病 尤其是癌症 尤其是癌症 这样说吧 你看到呢 我这里就写着 2000 这里写着1000 这里是明 这里是500 这里是1000 这么十下 可以不可以? 明白了 是什么呢? 假定 我现在讲一个故事给你听 这个故事很有启发性 是什么呢? 我们想像一下 在香港 有一家人 我叫他王家 王先生 王太 有个小孩 他们一家三口 就住一层楼 那层楼 500尺 在香港来说很松毒 对吧? 好 我想问大家 你们 虎上 那些垃圾 去了哪里? 你当然有 交给垃圾的 是不是? 厨余 那些 罐头 包装 那些 去了哪里? 那你包起它 一袋 就拿去哪里? 你不是打一个窗 扔到街 去哪里? 垃圾房 垃圾房 怎么去的? 走出去 走出去 在后门 不知道哪里 走出去 先看看 你都不用这么乖 拿去垃圾站 好 又请问一下 你是不是每天一次 拿出去 我为什么这么问呢? 我在英国住的时候 是每七天一次的 是啊 不信你问了 英国的朋友 现在也是的 他们气候不同 没有我们这样抽 还有他们在花园大 那地方拜 没有人夜行去收垃圾架 好了 好了 我现在问你了 你每一天 是不是晚上 就是晚上才拿的 好 好 晚上你拿一袋东西吹 你这袋东西有多大袋? 一个背心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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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这么大? 现在我们就来说 垃圾尖柜 就是要买个袋子 那之类 平均呢 那你很乖 你家里多少人 你家里竟然这么小 垃圾很乖 就是环保署多谢你 这个堆填区没那么惨 假定呢 不知道为什么呢 刚才我们说的王家 他们很多垃圾 多了多少呢? 你知不知道那些大的黑色垃圾袋? 他这么大袋垃圾 不是一袋 是一百袋 每晚一百袋 是不是很乖 很乖 有没有可能 你先信 他有一袋垃圾 你如果一晚有一百袋垃圾 你怎么算 成功都臭了 那吃完饭 就要去搬 搬完才睡 三个人在那儿抬 差点死的 要抬半个钟 最快抬出去 好 但是呢 不知道为什么呢 他们慢慢就不是一百袋 变成五百袋 变成一千袋 哇 完全想象不到 一千袋这么大的垃圾 每晚都要这样抬 是不是很辛苦呢? 就是由四元晚饭 一路抬到半夜才知道 好 那现在呢 又不知为什么呢 他们上了一千袋 一千袋垃圾 还要一路上 一路上上上上上 上到 假定这里 我们就当是二千 上到这里 直接没得够了 二千袋垃圾 就连客厅堆满了 厨房堆满了 堆满了 堆到天花板 根本走不进去 那间屋就完全住不了 等等 他们呢 要是睡街 要是去住酒店 就进不了屋的 清清楚 那怎么办呢? 那有办法 就打电话 就叫下面隔壁街呢 就有一班藏丁 巴基斯坦籍的 尼泊尔籍的 或者是菲律宾籍的 那些哥哥 召他们来 他们一招就招十几个人 十几个那些大脆佬来 想不想想跟你搬 想不想想搬搬搬搬 那搬了一会儿 就由二千袋垃圾 就跌到轻松一点 一千袋 一千袋呢 都勉强可以在厅里打地坡 可以开个notebook 在这里做一下东西 清楚 你知不知道 刚才我说的 那十几个藏丁 它是什么名字呢? 没有想过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细菌病毒 细菌病毒 我们是要叫那些细菌病毒 来 给我们清除毒的 要不然你就死定了 这一个觉悟 是对你非常之重要的 就是你不叫它 那些细菌是不会做事的 我说细菌病毒 是一个很笼统的 我们所指的是微生物 这边都是微生物 大部分是没有事的 有小部分呢 我们就当了它是恶菌 我们叫做病毒 这个呢 是翻译错误来的 我讲翻译的 所以我很敏感到这些东西 细菌病毒 不应该叫做病毒的 因为大部分细菌 又不毒 又不会引人病的 它只不过是病毒的意思 就是它是小到 不知道 纳米我不会计 去到多小粒呢 就叫做病毒 明白吗 细菌呢 那些是大粒一点的 细菌是小粒一点的 还有呢 细菌呢 就是不是生物 又不是死物 是中间的 就是它不是我们心目中的生物来的 是那些不知道什么蛋白症 不知道什么组合 那些 清楚 就是说呢 细菌呢 就是不用怕 细菌呢 是不用怕的 只要你 你不是二千代垃圾 它就不开工的了 明不明 这里周围都是什么菌都有 你讲得出的 H级 N级 什么 现在那些什么 什么肺炎 那些 什么脑炎 日本脑炎 什么 你讲得出的 什么都有在 他们经常都说 扶手电梯又有 又有 又有多少 那些人又有 按键要包几层才去按 又戴口罩 全部都是 完全是无知的 因为 几多菌 入到你这儿呢 是完全无事的 接到你超标 你不超标就没事了 所以呢 很多人都顶不上常隔 就是这样 我又很少洗凉 我冬天是整个月才洗一次凉 整个月才洗一次头 整个月才洗一次头 整天不洗手 除了在这儿 在这儿 因为要陪你傻呢 要不然你告我一下 就洗手 我的菜又不用 遲些我们会讲 我经常都 因为我知道 根本 洗了 是完全无干净度的 越洗越骚髒的 最好的证明呢 不用拗的 就是 在农村那里 我们说些很落后 很骚髒的地方 那些小孩通地扒 吃屎 所有东西是吃屎的 大家记住一下 这些 我们这些 爬行BB 有时就执事 吃 很喜欢执人 因为他知道 这些是对他有益的 他们不病的 你有没有留意 他们是不会病的 他们是鬼统健康 反为 所谓干净的家 就是 越多病 很容易 没有人做这个统计 这些做统计就知道了 统计当然要量化 很容易量化 你量化这家人 一年看几次医生 你再量化一下他 很容易 家里有几多瓶的 用来清洁的东西 即滴爐 什麽什麽 杀菌什麽那些 肯定是承证比例的 越多一瓶二瓶 就看医生越多 这个我的观察肯定是 你自己去观察一下 没有人做大规模的调查 即是说 他们以为很干净 有时候洗手 又噴这裏 什麽都要抹 抹几次 那些 噴到又烧到 又什麽又什麽 那些 那些其实是最骯髒 是最不健康的 今天不是说这个问题 又想告诉你 细菌是要你call他 他才做事的 明不明 于是呢 就想提醒你 你知不知道人为什麽要发烧 打仗 打什麽仗呢 发烧和打仗有什麽关係呢 发烧和细菌有什麽关係呢 你完全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那我现在解释给你听 最近其实 因为最近的疫情 连西伊都讲的 所以现在 你应该开始听过的了 前两年 你一定未听过 就是什麽呢 你想像下 现在这裏 有一个省 好 我讲到这裏 停一停先 待会我们继续 这个故事继续讲的 我们下集完 感谢观看